这段影片我来讲一下 怎么在openship这个网站上面 申请一免费的账号 然后安装我们的wordpress 所以在我们正式 学习wordpress之前 你必须要有个地方可以来 安装我们的wordpress 那我们这边稍微提一下 wordpress你会看到两个网站 一个叫wordpress.org 那一个是这个叫wordpress.com 那可能你会想说 那我为什么不在wordpress.com 直接建立一个网站 建立一个wordpress网站 然后开始跟你学习这些课程 好那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wordpress.com 它是类似台湾的皮克邦 还有之前无名小站这种 就是它是免费的一个部落格的一个申请 可是这个跟它申请的账号呢 的wordpress后台其实它有一些限制 比方说你不能安装自己的plugin 不能安装自己的外挂 那你也不能安装自己的主题 所以如果你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 wordpress.com的账号的平台 来学习教学网之后的课程会有困难 因为你没有办法安装 我建议你我要教的主题 那你也没有办法安装 我要教你的外挂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wordpress.org 它是提供一个独立的wordpress的程式 让你下载 那在这边当然它也提供很多主题跟外挂 好那我们了解了之后呢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好我现在需要一个空间 来安装我刚刚在这边 wordpress.org下载的这个独立的程式 那如果你是教学网付费的会员的话 那你就会有一个cpanel后台的虚拟主题 可以来直接安装wordpress来做学习 那如果你是免费的会员 那你想先来练习一下 你还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付费来学习wordpress 那也没关系 我们介绍大家一个免费申请的一个 平台叫做openship 那openship这一家公司是蛮有来历 它是在linux界很有名的 叫红帽公司Red Hat 这家公司所成立的 你在这边可以看到Red Hat 好那它这个openship主要是提供一个云端应用服务 所以它不像一般的云主机 就是你要从头从一个空的linux 开始去安装比方说apache 或者是enginex 然后安装资料库等等 PHP 它不需要 因为它可以透过后台的一个操作界面 把这个环境设定好 你也不需要自己设定防火墙 至于它的收费方案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pricing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它提供三种方案 一个叫免费的 那一个是同级一个是银级 那在下面一点这边有写到就是 免费的方案是全世界都可以来申请使用的 但是你要同级跟银级就是付费方案 你就必须要是北美 美国跟加拿大 或者是欧洲这些国家才能够申请使用的 那没关系我们主要就是拿它的免费的方案来做练习 真正的使用 你网站要上线要开始营运 那你就要去评估一下 这个免费的方案是否够你使用 那考虑的方向大概就是速度够不够快 或者是流量空间够不够用 或者是当你的网站成长了 那访问的人数增加了 那你这个网站还能不能附和得了这样子的人数 毕竟因为我们不是刚刚说的 美洲北美或者是欧洲地区那几个国家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升级付费的 当这个免费方案不够使用的时候 你就只有想办法换一家主机商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免费的方案 它是可以安装三个服务 那在我们这边所用到的就是三个网站 那它的服务叫gear 那一个gear它可以提供1G的空间 这个在我们练习使用 其实应该相当够用 那我们就直接按一下下面这个按钮 sign up来做注册 在这第一个我们要填我们的email 然后输入一组密码 然后这边就是要填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是 有点小 如果看不清楚你可以按这边 左边这个叫get another 就是再重新取得一个图片 按下确认之后 如果验证码没错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是跟你说你要去搜信 刚刚那个信箱去搜信 来做验证的动作 所以我们来到我们的信箱 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封信 它是OpenShip寄来的嘛 然后打开信里面就会有这一个连结 我们按下这个连结 那就会再连回OpenShip网站 那就可以看到要你同意它的政策 那我们按下同意 那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这边有三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你可以选你的平台 比如说你是PHP或者是Python Ruby 或者是直接创建一个GPo 或者是Wordpress的网站 那建立资料库等等的 我们就直接按下一步 好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选我们要安装的 这个应用服务 APP App 那在这边当然你可以选其他的 比如说Driple或Ghost 这些都是一些快速安装网站的一些程式 那我们要装的是Wordpress 所以我们选到这里 那其实这一个画面呢 跟我之前使用OpenShip的画面都不太一样 那其实这个安装的流程 跟我之前使用OpenShip有点不太一样 那不过也没关系 它大致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可能在我录完这一段影片之后 隔了一段时间才看到这一个影片 那在设定上如果有一点不一样 你可能需要自己找一下 好那我们这边我们要设定一个网址 就是等一下我们的Wordpress 可以打开的一个网址 那在这边我输入优异的 这个YogoEasy 然后在这边我们输入WP01好了 那在下面都不用去动它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 这边是选地区 就是比如说在这边 这个是美国东部 那还有欧洲的西部等等的 那我们一般都是建议 因为亚洲地区对美西的连线输入是比较好的 所以你可以考虑选美西 好那我们就按下创建 好那这边我们看到 它提示我这个WP01是没有办法用的 所以没关系我前面再加一个DemoWP01 然后再按一次创建示范 好那刚把那个网址改掉之后呢 再按创建就OK了 但是刚刚那段过程还蛮久的 所以我把那段等待时间把它剪掉 那这个画面它问我们 说你需不需要来改这个应用程式里面的程式码 那我们就选第二个 现在不要我们直接继续 好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它提供我们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网址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 用新分页把网址打开 那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新的WP 等我们来做设定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设定WP的时候 会用到资料库 所以我们往下看到这个 MySQL 5.5就是它装的资料库 那资料库名称叫YogoEasy 然后使用者密码 你要按show它才会出现 在我们传统安装WP的时候 都会要求你输入这个账号密码 但是我们等一下设定WP的时候 在OpenShip这里 它并不会要求我们输入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好那我们就按下上面这个网址 来直接做WP的设定 好那我们在这边第一个要设定 WP的语言 所以我们拉到最下面选繁体中文 再来我们也替我们的网站取一个标题 比方说 友谊教学网 示范 好那账号 是我们管理员 站长 你等一下要登录 WP后台要用到的账号 所以你可以取一下 比方说我叫Jack Wu 然后密码 然后我的email 好那在隐私这边 你可以选择勾或不勾 如果你是正式要营运就要勾 然后按下安装WP这个按钮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 搞定这个画面 我们就可以按登录 用刚刚我们所设定的账号密码 来做登录 那这个网址你要记起来 就是 在OpenShift后台这个网址 那我们示范一下登录 看能不能成功登录 好那我们就登录到后台了 那我们按一下这个造访网站来看前台的样子 这就是WP刚装起来的画面 那这是2015版的 所以每年装起来 每次它有新的预设布景主题 比方说这个是2014 就是2014年初的布景主题 2013 2015 目前启用的是2015 这一个主题 也就是目前使用的画面上看到的这个主题 那这样子就表示我们安装成功 就可以继续来学习 教学往其他的比如说主题或外挂的学习 好那这段影片就为你介绍到这里